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今天是礼拜五 10月7号已经进入2022年的第四季度的第一个月了 我们今天在上半场要来谈一谈慧敏博士他最近替买屋如何抢到非常好低价位的房子 并且这个房子的房价是比listing price要低的很多 看看并不是这么容易你出了一个价人家就卖 而是要有真正的策略的 好 那我们下半场要来谈谈股票 访问的嘉宾是G梗 那我们现在的热线就全部打开 650 968 2000 如果投资朋友您要问您的股票问题 现在就可以打电话进来 我们按照Coin的先后顺序来在下半场回答您的股票问题 好 现在让我们来欢迎慧敏 慧敏博士您好 周乐您好 各位听众大家好 哎呀 又是一个月不见了 那我们今天主要是要讲一讲湾区房地产的现状 以及对买方卖方的建议啊 随着location而不同 同时我们也会gover现在的贷款市场的现况 还有一些建议 这些在现在的时刻都是非常重要的 然后呢 哎 现在进入10月 10月 11月 12月 normally来讲 房地产是怎么样的一个 哎 淡季 但是如何让买方可以买到心仪的房子 哎 还有一个非常强的实力的证明 如果时间允许举的力还不止一个 好 我们请慧敏来先告诉我们一下 湾区的房地产的市场 以及展望 好 现在是世界整个世界是不是乱糟糟的 但是 对俄乌战争 你看今年比去年变化好多 去年这个市场大家还想到利息一天比天低 一天比天低 现在的市场天天飙跌 简单是30年合同 不要30年合同 几天一个样 这个利息变化太快了 利息在飙涨 去年这个时候 大家都手里都特别有钱 股票吧 涨涨涨涨 那个开心哦 对吧 现在股票跌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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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普京大地是不是来个核弹威胁 中国的抗疫之路 到现在又遥遥无期 你看看 美国这个月笔下来 油价又飙升了一块钱吧 一包吧 对对对 都到7块以上了 现在这个7块多了 通常没有控制住 股票不行 所以大家我估计 大家现在都打不起精神来 对不对 10年公债回收率 已经涨到了2008年 不是201吧 14年以来 这最高水平了 前两年都涨到3.93了 代表利息当然也是14年以来最高了 不过相对来说 Super Jumbo Lung的利息 还是比14年以前 这么高的10年公债回收率 来说的时候 相对低很多 现在大银行 真的是给各种各样的promotion 给各种各样的策略 想办法 让大家买得起房子 还是因为房价 那么高的情况下 利息要再高个 要高到离谱 五年七年再高个离谱 他根本买得起 所以大银行给的利息 还相对来说 非常非常友好的 既然年底可能 还要再加息一个 0.75% 到一个不再年 可能性很大吧 所以这个利率短期 看来短期降下来的希望 不是不会特别大 但是好处就是 湾区的房子 从你觉得 一直涨一直涨的 不好的情况 明显的不强了 所以现在都是几家欢喜 几家愁啊 愁的是卖房的人说 哎呦我看我邻居 买了那么多 那我现在卖不出钱来 开金的人是 现在想买房子 其实有悄悄解敏的 几乎一大堆 但是人都心里很奇怪 你看四五月份 三四月份的时候 抢房子 抢风头了 现在那些人全都关忘了 不准买了 你说这个问题 所以我老看不清 这个不理论 每次别人抢的时候 夹价的时候 把钱不当钱的时候 抢啊抢 你抢我抢 大家抢 然后不买的时候 其实万一 这个房价是可以砍的时候 反而不开心了 其实房价有时候 就是抢和 和砍 一来二去 百分之三四十个空间都有啊 一会儿给你讲几个例子 给你听到你会哭的 哦真的哦 对对对 就像比如说一个 特别一个 特别一个 好玩的例子吗 我就最近在看一个房子 一个 出来一个listing 比如说这个房子 四月份的listing 出来一个周末 就一个周末 三谷那边 从来没有三谷那边 这么大 就这么大一块小房子 哎呀 也没有那么吸引人吧 你说一个周末 居然给人架到 三百万卖了 三百万卖了 对对 三百万卖了 一个周末 三百万卖了 然后呢 就隔壁邻居 就隔壁邻居 你看那房子 比它大了两百尺 低大了两千尺 七月份上市 短短三个月的时间差 你知道到现在 现在还没有人问津了 三老绝望的降了三十万 还没结果 你看看这一来二去多少 本来那个 本来那个三百万的房子 我认为它当时 其实真实的价格 可能也就两百六七十万 两百五六十万 对不对 但是它其实加 两百五六十万 都已经加了 跟疫情前比 所以老说 我今年年初说 我老跟你们说 我说不要去买三谷 加的太狠了 因为当时我们按数据表明 三谷那边的 single family house 特别是三尔茂那个城市 涨了百分之五十 在那种情况下 你再去那个城市买 是不是给人站岗 对不对 你看看现在同样的结果 就是三谷那边 就是这么样一个房子 同一个community 就是隔壁邻居 就差一个号 就正邻居 你看一来二去差这么多 其实呢 我觉得现在这个seller 如果能真的 卖到两百五十万 都已经不错了 因为它就是两百五十万 其实跟疫情前比 还是涨了不少的 是是是 那你觉得这个卖方 它还是不肯承认现实是吧 很多卖方不承认现实 但是我相信 可能没有人给价 如果要现在 比如说它降了三十万 如果现在有人 杀猪砰冲进去 再给它降了二十万 它想想可能也就承认现实了 因为毕竟等了那么久了嘛 等了三四个月 都没有人买 你想想 再给它个杀猪价 我估计就同意了 所以我就觉得啊 你看买房子的人 比如说刚开始 去抢那个三百万 你去买三百万的人 现在你去给杀猪价买 买两百五十万 居然现在可能 原来抢的人 现在不去抢了 或者已经抢到了 但anyway 我就觉得啊 买房子的时候 真的不能无脑加价 买房子真的就是茅和盾 现在看看这个案例 你可以看到 第一个买家 要哭死 第二个这个卖家 要气死 对 所以有的是买房子 买房子真的很搞笑 所以呢 我真觉得 现在明显明显的 就是 其实我不是预言家 但是我就根据这个规律 在年初的时候 我就算好了 因为每年的规律 这么多年来 都是一月份到六月份 加价到五月份 加价比较狠 从六月份开始 房源出来的比较多 七月份 六七月份开始 就六七八九 特别是到九 基本上都是最好的 房源也多 又可以砍价的时候 现在呢 其实房价已经慢慢变少了 出来的新房已经很少了 每一个区每一个区态 它出来都很少 但是如果列价合理的话 还是有multiple offer的 比如说affordable 你可以要算一个区 比如说我在这个区 就是这个 这个可能 比如说劈打头的 南湾劈打头的 大家都知道是哪里 然后劈打头的 大家都知道哪里 Palato 对 劈打头的 你也就知道是哪里 Pupertino 对 一般是劈打头的地方 一般人手上要 入门卡 入门卡的价格是多少 能到这个价格里出的区间 基本上有多少人会去抢 但是到一定的级别 你就知道 能卡买得起这个房子 就不多了 所以你就要看看 其实来来回回 那个好房子和坏房子 有的时候你想 一个300万的房子 比如两年九九出来 哇哇哇一不小 就现在的市场 就加到330万去 加到30万 然后呢 另外一个 其实呢 也就他列360万 就没人看 但是那个房子36的 和这个 比如说差60万 和这个300万的 其实差好远好远 都不是一个区域 Palato分好多好多不同的区域 比如他们骑士链的最高层 是哪一个 第二级是哪一个 第三级是哪一个 最差的是哪一个区 他的骑士链都写得好好的 但是你就看到 这个骑士链的时候 其实你看到这个 多了60万的时候 他是 他是食物链的最高层 最好的一个地方 但是就没有多少人买得起了 其实 你真正会买房子的 你就从那个高价 往下杀个20万 和这个低价 往上涨个一来277 就怕20万 那区域也好很多 房子也大很多 就这么大的区域 所以一定要 其实我觉得 我会做贷款的最大的好处 在买房子上面 帮助也特别大 你看一个数据 就能算出来 基本上出价 然后就搞出来了 对 哦真是 这一听这个 就等于你 你节省自己 多少多少年的经验 所以买方卖方 千万卖方现在要理智 然后在下半年 绝对是2022年的下半年 更是买方的时候 有强烈需求的人 真的要找到精算子 来商讨一下 他可以从数字 统计历史的角度 来分析 这个房子应该出价多少 因为他对于 每一个城市里面的区域 还有agent 他都熟悉的不得了 啊真的是 太好听了 好 那接着我们来看一看呢 如果说不同情况的这个买方 他在各方面要怎么样 准备自己 弯曲房地产 来讲讲展望吧 好吧 你是讲现在的情况 那万一到了明年又怎么样呢 展望又是如何 我的展望是 我的展望是明年的年初 起码一月份到五月份 绝不会是现在这样 OK 不管是什么样的情况 哪怕股票还是像现在这么低 你或者稍微有点好 绝对不会像现在这个样子 因为一到年底了 九月份到十二月份了 基本上买家也都想着 哎呀呀呀 卖家基本上不放房子了 买家想着海到年底了 然后又看股票这么低 然后想着买方也不积极 卖方也不积极 但是真正聪明 这时候杀进去 只要能看到心里的房子 那一定该冲进去的 我觉得有几个极端的例子 就是特别是十二月份 那是一个好月份啊 因为我就干过这么一件事情 我当时曾经做过一个 特别漂亮的一个案例 我到现在想想都得意 如果没客人死活就找我 他为什么找我 因为他第一个房子 当时我给他算的时机 正好特别好 在房价低的时候买的 然后本来就是一个高峰梯嘛 错过那个高峰梯买了 所以他第二个房子买 那天我都不在公司 那天我带我儿子去Shadow Day去了 第二天非要找到我 找到我跟我一聊 我当时给他出了一个主意 我都不知道 我怎么脑子一经那么好 当时胆子也大 我就说咱们就21天 可我一看就要到年底 当时我算的价格就是说 比如说到年底了 很多人就为了省罪 你知道就是好多人 比如说我是一个 这个本来是我的primary residence 然后我搬到别的地方去了 然后这个时间差了多少 然后中间呢 如果过了这个时间 即使这个房价 给我多卖了多少钱 从罪上角度都不合算嘛 当时我也不知道怎么回事 就想到一个神奇的价格 我说我们就按照 12月31号cose 其实当时很难做 因为那个贷款 就到过年了 又感恩节了 又圣诞节了 谁在那地方待的 但是当时我们就跟那个 银行的AE已经讨论好了 根据他的情况 这部我可以应该怎么怎么 能不能保证我21天cose 他说可以 在这种情况下 我们出了一个价格 而且是这L大头的 南湾的 你知道哪里到沙头 对不对 所以这个房价明显是低的 我们出的倒数第二滴 总共五个人给off 我们倒数第二滴 结果买方就来找我们 原因他后来刚开始不说 就卖方来找我们 最后我把这个价格拿到 那么便宜的价格拿到的时候 原因是什么 他就说原因就是 第一我们能肯定 第二21天cose 所以有一个agent 我盯着我 你必须12月31号 他一天我都不行了 他一天我们都不行 你写的 可以写的清清楚楚的 我们真的12月31号 完整完整完口 等到第二年 我帮他做日子反电子的时候 帮我笑的 我自己笑的 就过了转转的六个月 给他做日子反电子 房价涨了55万 哦 哦哇 天哪 真是不敢相信 好 我们今天访问的嘉宾 他是惠敏博士 现在呢 他今天给我们讲讲 房地产的现状 以及展望 同时呢 我们进完广告回来之后呢 就要来看一下 现在的贷款 的一个情况 还有往2023年看 然后消费者 这个借款的人 心里要有哪一些 现实的准备 才能够百战百胜 好 听众朋友 我们马上就回来 独家冠名赞助 GMCC万通贷款 James Jean 西拉斯维加斯 分行经理 Jeanine Sosa 分享拉斯维加斯 投资机遇 理财专家 Simon Chu 讲解 其因健保 Medicare Open Enrollment 欢迎报名参加讲座 资深贷款顾问 John Ma 分析首次购物者 面临的挑战和机遇 提供免费午餐 欢迎参加 10月8号 9号 周六日两晚 黄金时段 七点半 与您共享 娱乐漫谈好时光 时间不曾停止流逝 优雅却能在瞬间成为永恒 在时光的隧道里 只有经典能够永垂不朽 全新浪秦名将系列 月像晚表 精美月像显示表盘搭配自动上链机芯 历史悠久的匠心工艺 打造属于自己的优雅时刻 湾区华人独家代理 Westfield Valley Fair CH Premier Pala Auto是单幅购物中心 昌新珠宝 好不容易找到新宜的房子 房屋贷款可视关键 申请方便 利率优惠 快速成交 哪里有 This is Googain How can I help you? 重新贷款或者买房贷款 当然找Googain 好消息 矽谷华人电台有同步直播live streaming了 再也不用担心家里没有收音机 下班时间跟以往不同 在车上听不到矽谷华人电台的广播了 就在您的smartphone或家中电脑 登陆svcmedia.net 每晚七点到八点点一下首页页面上方 Broadcast the play的按钮 就可以听到及时的广播了 音质非常清楚哦 同时一周七天 一天二十四小时 都有精彩节目的回放了 请记住 登陆svcmedia.net 点一下Broadcast the play按钮 就成了 病情判得准 穴位找得准 下针下得准 湾区著名的三准医师Julie Jo 祖传的手法 精准的用药 腰腿肩颈痛 坐骨神经痛 一次有效 二十五年的临床经验 从香港到湾区 不孕症 皮肤病 糖尿病 高血压 疑难病症 首道病除 Fremont和Campbell两家诊所 预约电话 408-340-5653 408-340-5653 房屋市场太微妙 一会儿多的卖不掉 一会儿生怕抢得到 本公司买勿卖乌鸡贷款 便宁两体材医 达正体积 买得低 买得高 贷款做得快又好 整钱 水星 梦里香 金算子买 买买买乌鸡蛋 买一步到位买卖 这期贷款开机 真可谓 贷款做得好 全名数学呢 买买买买乡量 金算子出奇招 惠敏博士 毕业于清华 Dukie Steffler 亦想成算过猛 诺义加州 510-353-0855 或金算龙.com查询 听众朋友 欢迎回来 惠敏您好 周乐您好 各位听众大家好 OK 给很多first time homebuyer 提点建议 或者是一屋换屋的人 或者是投资物业的人 好 第一次first time homebuyer 如果你是钱少少 不是很多的时候 你不要想的 我就要买到 我最理想的房子 一下子要买到 因为毕竟不是找对象 你这房子可以换的 收入不高 当天也不多 但要等嘛 你要等 等到房价一涨起来的时候 你要跟很多人 很多人去抢 对不对 所以你存钱的速度 永远赶不上 房价涨的速度 但是也不要被人吓死 说哎呀 这个房子 好像都涨了很多 其实你去 打开三后岁的地址 你一看你affordable的 single family house 都有的是 因为现在湾区人的房 这收入 毕竟比原来多很多了 所以你千万不要以为 你买不起 single family 也买得起 condo就更是 悄悄减减的好时候 Polato的condo 都有90万 就能买到的 两方两欲 兴旺 绝对有 这个价格已经 明显低于 2018年 4年前 以前的价格了 所以很多房子 其实你买得起的 别给人下次 说买不起 所以要看一看 钱多多呢 那我就觉得该出手了 你说辛苦了一辈子 存了好多钱 孩子也长大了 大房子 挑挑拯拯的机会 增来了 而且下次 我们做访谈的时候 我会专门讲 55岁家以上的人 他在property tax上 占了多少便宜 有没有人以前跟你讲过这个话题 没有 如果没讲的话 我真的要讲讲55岁家以上的 你买房子 买大房子 能占多大多大的 property tax上的便宜 这个我做了一个topic 下次讲吧 好吧 然后投资房呢 我觉得现在呢 就是如果是买呢 我觉得真的不要去外州 天大计 不要去买外州 我去年的时候就讲过 只要我一看房价该跌的趋势 就是到外州去买房子 只要外州人应该买房子 就该跌了 果然是对不对 投资房千万不要去外州 你哪怕再不舒服 再不好 湾区的condo 都是一个非常非常不错的建议 特别低价位的condo 很多地方的 现在湾区很多便宜的地方的低价位 两房子呢 五十几万只能买到 可是不是说低价位的房子 以后上涨也慢吗 Appreciation rate也低吗 按照百分比算肯定是快的呀 你说你两百万涨到两百五十万 对不对 涨个百分之二十五 你说五十万涨到六十万 就百分之 涨到六十二万五就已经 五十万涨到多少 涨一个 涨个十万块钱 都已经百分之二十了呀 对不对 哦 当然你要买不起 你两百万你买不起 你五十万总买得起吧 所以比较有房比啥都强 手中有房心中不慌啊 的确的确 大房子涨 小房子也一样涨 对不对 是 好 那钱多多的人也知道怎么做了 那讲到当配的问题 有的钱多多啊 还是要父母来拼多多 你说对吧 那拼多多 你只要收入够的话 我一般是这么建议的 如果一般收入够的话 你也不要拼多多 你只要钱多多 那你把当配 只要当配够 现在小孩子的收入都比你们想象的要高很多很多 我记得十年前我做贷款 两口子都在Google工作 挣个三十万都已经相当相当的高工资了 现在你看看两口子要在Google要工作个两三年 你看看他们有多少钱 比你想象的高的多的多 一般我是多贷款 每共五年 我一翻人的收入 现在基本上都三抹一尺 就这么多 所以现在很Fortable 比当年容易的多得多 居然我见过很多钱多多的人 存了好几百万 在银行里 Cash 还没有去呢 还在等 不过 我觉得 现在真的很贵的房子 真的很容易下来了 400万以上的房子 真的可以往脚后跟砍价 500万的房子往脚后跟砍价 要是上千万的房子 你砍他两三百万 绝对没问题了 你就砍吧 砍吧 砍吧 是 好 那了解了这个房市 了解了要买房 现在的策略 现在的timing 所以现在的时机是对买方是很有利的 OK 现在来看一下贷款市场的现状 很多朋友们就看到 二年公债的回收率涨到了四点多 十年公债的回收率也碰到四 然后又下来了两天 房贷利率的确是降了一点 可是还没等到自己要有所行动 利率又涨上去了 这个呀 跟做股票一样高高低低 把人震的 有的都震到场外去了 说我就看看吧 我觉得现在的市场是这样 只要是去年 前年跟我们做过贷款的人 或者你做过 不是跟我们做 但是跟别人做过 违反念式的人 你就不要想去 动你现在的房子了 不管是投资房 制作房 不要去碰它了 利息已经是最低最低了 你还记得我去年 拼劝人家做十五年 做三十年 做最低的固定利率 对不对 所以做得非常非常的 我现在想想都很开心 所有的人都笑了 如果现在你真的缺钱的话 你千万不要把你现在的贷款 做个什么开销利法 因为你当年那么低的贷款 永远不可能在了 你要假如说 你要你负担的起那个房子 你就将来 你要再去买大房子 负担的起那个原来的房子 你把它收出去 你都是投资这个开销利法的 所以我觉得如果真的需要钱怎么办 有一种办法 就是从你的制度房里 做一个home equity loan 如果有个home equity loan的话 这个时候你万一什么时候需要钱的时候 不时的就从上面拿点钱用 已经足够好了 当然purchase没办法 你总要买吧 我觉得买房子千万不要因为利息高 我就不买了 你说利息高我不买了 利息高 affordable人不 affordable不了 这样的话房价还不高呢 对不对 你只要买到便宜的房子 那价钱才是王道 至于你 这个贷款利率 随时就调了 我认为最多也就两年不到 可能也就一年 乐观一年 不乐观两年 利息一定会往下掉的 肯定是现在低的 只要低你随时违法 而且现在银行 基本上都可以去 就不张伯龙的银行 一天都不需要张 只要下个月 你就可以随便违法的 所以买房子 千万不要因为利息的高低而不买 特别学 就这么简单 好 我们讲实力 实 对 实力 其实现在买房子 真的是买到便宜的价钱 真是王道 但是这个要depends on 自己有限的聪明 还有自己的agent 无限的经验 好 来听听看 好 我就说 也不是说无限的经验 有些人就是没经验 就是他也许能给你做的很好 有些人就是有经验 也许给你做的很差劲 我真的见过一个 我这次开一个community 在分析他们的房价 我分析完了以后 再一看那个agent 把我气死40年的经验 居然让人加了这么多 我真的是很生气 很生气 来给你讲一个 抢昏了头的买家的故事 有一个很很好的community 它的townhouse 这个巡区房 当然是南区顶级巡区房之一了 七八年以来 就这七八年过来 你不晓得怎么回事 这个很奇怪 这个community 所有的listing agents 像约好了一样 无论春夏秋冬 比如他们一listing这个房子 1.699 一粒1.699 基本上都没有 没有例外 这么多listing的 就这么大小的 同一个房型 一粒1.699 然后你看这个剧本怎么展开的 我就分析一下这个数据一看 每年的1月份到5月份 基本上你看它就一个周末 房子一定跑掉 而且基本上是加价 然后6月份到12月份呢 房子呢一到两个月跑掉 基本上是砍价 或者平期 或者这样子 或者基本上就是原来那个价格 但是这七八年以来 直到今年的5月份 基本上就是正负 就是负最多砍个5万 家最多价格10万 它这真的没有太大太大 但是只有一年例外 你怕是哪一年例外 哎呀 你说吧 2018年例外 哦 2018 你知道是一个昏了头的买家 remarkable 你知道加了多少钱吗 你知道加了多少钱 开价1.7 1.699 加了多少 1.699 充上2以上吗 你还想的太少了点 哦 2 再多再加 2.5吗 嗯 2.5吗 加到2.45 哎呦 哇呀 15万 你想想我看到这个数据 我就分析到现在 你说它的房价明明显比最高价 任何时候的最高价多了50万啊 你看看这个数据 你说我会不会 我都替这个客人伤心 我都就想 这个房子起码还要再站岗10年 我认为 而且我相信 这个开后 可能每天开车 路过这个地方 只要看到有Nestine出来 一看到有人卖掉 他可能就在死金骂 死金骂 这个多少人 就是这个 这个长了 就是几十年经验 所以经验并不重要 其实良心品质 和你真正的数据分析 是最重要的 何况要真正有经验的人 像我们是有经验 但是我觉得 做贷款 我为什么一天到晚说 我喜欢做贷款 90%我的客户 居然都不知道我做贷款 我会买卖房子 他说我一听之后 天天听我是个贷款专家 贷款专家 我说我做贷款的原因是什么呢 我做贷款 我心情特别特别好 我喜欢做贷款 因为我第一喜欢数字 第二呢 我觉得 第一你喜欢什么 数字 我特别高兴 然后虽然事无计细 但心情真的很好 purchase low 你百分之百帮人 按时扣子 特别是当别人 做不成的贷款 你能做出来 有的时候人的买房子 就差那五万块钱 买不成啊 对不对 我18天给你扣子 结果那些当年 给我做成的房价 现在涨了一两百万的客人 现在简直太喜欢我了 我自己也特有成就感 如果我当年 不给他做出这个purchase 他根本就买不到 这个房子的嘛 对不对 你也永远给人 省钱降利息 心情也很好 总没有觉得对不起别人 其实我帮人买房子 就是说我最不喜欢的是什么 给人加价 所以你看我天天做贷款的原因 就是你看到那个加价的市场 一般我都是避开的 这么多年来 我买的房子也不下其数 我基本上从来没给别人加过价 最多的一次加了五千块 买到一个房子 你讲一句吗 最多就加过五千块 我就喜欢帮人杀价杀价杀价 杀价的感觉 真的心情无比好啊 我这次做了一件 就是我一般都劝 比如说最近有一个节奏 就一对小夫妻 他想买房子 本来想着等了明年 我说你干嘛要等到明年 我说你现在前出租的时候 他说现在会不会再降再降 我说等到涨的时候 跟人加价的时候 你不知道什么感觉 但是呢 在降价的时候 那你出手能拿到的时候 感觉又不一样了 对不对 我就给他分析啊 为什么为什么为什么 就像我当年老生常常讲了一片 他说好 小孩在开始行动了 刚开始去 看到第一个房子 是一个学区 摘上了房子 然后呢 他学区房他很感兴趣 然后我一看 看完那以后 他第一天open house 他去第二天open house 我跟着去 我一看完那以后 我就跟他分析啊 我一看看这个 人山人海的open house 我说嗯 这个房子啊 首先我觉得学区呢 不是顶级OK 但是我觉得这个房子 亲爱的惠敏 请你听听我温柔的提醒 时间还剩下两分钟 好 那我就快快地讲 山上的房子费劲开上去 却没有半年 没有装修 又很气候 要那么贵的价钱 所以我建议原价 我们一分钱不加 原价 你买不到 千万不要骂我 咱就试试嘴好不好 小朋友听了说 好 同意 原价 结果知道这个房子怎么样 被人哗哗哗加上去 果然 加了14千克 加了50万 结果仅仅 仅仅一周以后 仅仅一周以后 我们就在南湾 公认的一个最好的学区 比这个山上的房子 学区好得多得多 然后超大地的大房子 人山 人山 人海的open house里 然后小孩觉得 哎呀 这个地段这么好 我们肯定买不到 连加价都买不到 你猜 你猜怎么样 最后我给他们出了个 杀猪架 这个价点减 你就是低到你都不敢相信 低到疫情前的水平 至于如何好 迄今下回分野 哇 这个胃口掉足了 好的好的 好 我们来介绍 今天为我们讲解房地产 然后他如何帮买方 买到心仪的房子 这么好的学区 这么好的房子 这么大的地 还能够比listing price便宜 但是因为现在还没有close of escrow 价钱还不能够disclose 等到下一次 我们在上节目的时候 maybe这个房子就已经close了 就可以知道 他 哎呀 他辉煌的战机了 好 惠敏的联络的电话号码是5103530855 还有wechat号码 请您自己告诉听众朋友 敏惠金姐 敏惠 就是我不叫惠敏吗 就拼音的敏 M-I-N-H-U-I 金姐 你看我说话那么快 像不像奇奇怪 小江 小江你好 好 非常感谢惠敏 那么我们祝你有一个愉快的周末 我们下个月再见 拜拜 谢谢 拜拜 好 听众朋友请继续收听 这一梗来谈论股票 并且欢迎您的call in 这一段广告马上回来 GMCC贯通贷款住宅贷款业务 新扩展至印第安娜 内华达 德州 佛罗里达 乔治亚 夏威夷 新泽西 由他 全美36个州 总部位于湾区的华人Dirk Lander 10万到400万的大小个贷款 直接审核放款 欢迎致电GMCC专业贷款顾问 获得免费咨询 1866GMCCWAY 网站GMCCLOAN.com 电邮infoatGMCCLOAN.com 欢迎有经验的贷款顾问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我是周乐 非常兴奋地宣布 我们已在AM1450播出了 时间依然为周一至周五晚间 七点至八点 主题围绕与新桥老桥 切身相关的各种重要话题 受访者皆为业界的拒破 希望朋友们追随我们到AM1450 同时您和您的亲友 多多利用svcmedia.net 各页面的上方 现场直播的按钮 不论您在何地 都可以收听到我们的节目 Max Real 帮您早日搬进 温馨的家 让您卖房经历 轻松愉快 为您提供全面的 高质量地产服务 团队作业 快速到位 Yes Max Real 好消息 矽谷华人电台 有同步直播 live streaming了 再也不用担心 家里没有收音机 下班时间跟以往不同 在车上听不到 矽谷华人电台的广播了 就在您的smartphone 或家中电脑 登陆svcmedia.net 每晚七点到八点 点一下首页页面上方 Broadcast the Play的按钮 就可以听到及时的广播了 音质非常清楚哦 同时一周七天 一天24小时 都有精彩节目的回放了 请记住 登陆svcmedia.net 点一下Broadcast the Play按钮 就成了 听众朋友大家好 我是施琪 欢迎收听 西谷华人电台 周末好去处 我将会在本单元 为您介绍 湾区周末 即将到来的活动 无论您是寻求 亲子时光 恋人之旅 好友相伴 或是独处空间 都可以在这里 得到最新 最值得您体验的 活动资讯 下面为您介绍 我们精心挑选的 10月8号到10月9号 将会举办的活动 10月7日至9日这三天 Foodie Land夜市 将会在 Berkeley Golden Gate Fields 拉开帷幕 夜市周五 从下午3点 开到晚上9点半 周末从下午1点 开到晚上9点半 Foodie Land夜市 是一个受美食家 启发的 多元文化美食和娱乐节 届时将会有 超过170多名商家 入住夜市 为您的全家人 带来令人惊叹的 美食 艺术 手工艺品 游戏和娱乐活动 门票仅需7美元 只能通过Event Tribute 购买 5岁以下儿童 免费入场 地址 1100 East Shore Highway Berkeley 94710 9月17日至10月23日的 每个周末 上午10点至下午6点 北加州文艺复兴集会 正在Hollister盛大举办 沉浸式的体验 让您瞬间穿越到 15世纪的欧洲文艺复兴时期 工作人员及游客 都精心装扮 还原那个时代 集会上的活动 丰富多彩 包含各种演出和小吃摊 让您和家人 可以晚上一整天 票价为35亿人 12岁以下的孩童 免费入场 快搜索 Northern California Renaissance Fair 查看详情 体验这奇妙的活动吧 最后 10月8日 星期六下午 3点半至晚上8点 San Francisco Water Lantern Festival 旧金山水灯节 将于Foster City的 Leo J. Ryan Memorial Park 举办 水灯节充满欢乐 幸福 希望和美好的回忆 让您终身难忘 这是一个 每个人都能享受的 家庭友好的活动 朋友 家人 邻居 甚至许多 未曾蒙面的人 可以聚在一起 创造一种 明镜难忘的体验 10月5日前 票价为26亿人 5日至7日 之间的票价为46亿人 8日当天的票价为56亿人 赶快行动起来吧 感谢您的收听 接下来的每周 我们都会为您总结 湾区周末大小活动 供您参考 祝您生活愉快 亲爱的投资朋友 欢迎回来 我们现在这个单元 访问的嘉宾是J梗 同时欢迎您的call in电话 如果您想要知道 J梗如何看待您手上贵重的这些股票的话 请现在就致电按照call in的先后的顺序 我们就来回答您的问题 650-968-2000 650-968-2000 我们现在就开始等您的电话 嘿 让我们来欢迎 J您好 大家好 杜小姐好 在这个礼拜 美股在礼拜五收盘是重挫的 主要的股指连续第三个交易日下跌 纳指下跌了3.8% 美国9月的非农就业的数据超出预期 失业率持续下降 令市场预测美联储局 11月加息75个基点的可能性 大大的提高了 并且担心美联储局 刺激加息的政策 使美国陷入四年以来第二次的衰退 截至收盘 道指下跌630.15 跌幅是2.11% 报29296.79 纳指下跌420.91 跌幅是3.8% 报10652.4 标普500指数下跌104.68 跌幅是2.8% 报3639.84 但是一周的成绩啊 倒是三大股指还呈上涨 标普500一周上涨1.51% 道琼斯上涨1.91% 然后纳什达克上涨0.73% 这种情况啊 但是如果您在每天的盘中都不停的跟这个盘的话 这个礼拜真的是惊心动魄 有的时候一天有三温暖 有的时候还有四温暖 好我们听听看这一梗如此 看到这种的股市 怎么样来分析目前的市场 好的那目前的整体的市场的表现的话呢 如果说我们说好的方面的话 就是说尽管是承受的这个上周的上周五的卖盘的压力吧 那么本周的话呢 并没有继续的放出这个低点来 那反而反而呢 短线上是走出了一个低开高走的节奏 只过周四周五的话呢 又再一次的这个重复上周五的一个运行的节奏 那么接下来的话呢 我们要在一周的时间内就观察 这个节奏的话能不能发生变化 比如说周四或者是周五 如果说不会出现这种连续性卖压的这种情况下的话呢 这就是一个非常不错的一个信号 那么从整体的一个形态上来看的话呢 还是多方的话还是不能够掉以轻心 因为那尽管是短线上没有出现这个这个低点 或没有出现这个破位 那么但是整个这个这个势头啊 还是空方暂时控盘的 虽然本周的话呢 较上一周的收盘点位 那么个指数呢 均有小幅度的一个提高上涨 但是从整个的日内节奏上来看的话呢 就是一个上冲预阻回落 那么整体上是一个空方一个承压的 这是一个最基本上呈现出一个我们的一个形态吧 那么从周线图上来看 个指数呢 这个上影线是比较长的 但是从现金图的整个一个布局上来看的话 当前的这个收盘点位仍然是呈现出超卖的节奏当中的 也就是说如果说下一周 我们继续的以这个我们短期之内所看到的这个3570点这个点位来作为一个多方的一个退出的一个点位的话 不跌破这个点位可以继续的小幅度的去做多 那么整个的一个运行节奏的话呢 标普的阻力位呢 是在3735点 阻力是在377 对 这个阻力是377 这个还是很明显的 只有是因为本周的话呢 我们一度的站上了这个点位 但是周四周五的话呢 又跌回来了 那么这个就相当于我们上一周 我们看到个指数呢 出现一个跌破的行情 那么接下来的话呢 一周的三天的表现的话呢 又重新的把这个破位的这个节奏给收回来了 也就是说多方和空方的话呢 在目前的这个时间节奏上 还有这个点位上 其实都没有有一个连续性的一个 一个做工的一个行情 那通常的话 你说没有连续做工的行情啊 做工的一个行情 做工 对 因为我们在上一周的这个节奏上来看的话呢 个指数已经是破位了 我们经常跟投资者提到 如果破位的话 真的要判断破位的话 就给三天时间 如果三天之内的话 收不上来 那么这个就能判断是真的破位 那么周一周二收回来了 然后呢 但是主力位的话呢 短线主力位 虽然一度站上了 三千七百 但是五点 但是呢 两天之内又跌回来了 所以说呢 这个多方还是空方的话呢 目前就是这样的这个焦灼的 但是从点位上来看的话 多方还是比较 比较 比较坚强的 可以说趁着这个低点 还是说趁着破位 我们都能看到这个买盘的短线上的一个介入 只不过这个短线上的这个介入的这个时间 比我们之前呢 所看到的要少很多 那么也反映出目前的整个的一个市场的一个投资情绪 还有所处在了一个投资节奏上 这都是对于空方来讲 是一个不利的一个局面 所以说我们还是 关注这个三大指数的一个 一个最近的一个支撑位吧 那么这个支撑位的话呢 既是我们一个入场的一个 一个考虑的一个点位 那么也是出场的一个点位 怎么说呢 这怎么说呢 入场点位的话 如果是说你是对于 市场在破位过程当中 会出现放量 会出现换手的这个节奏的话 那么如果你是空仓的话 可以去抢一个这个反弹 来搏三天之内 能不能给收复回来 那如果是说你已经早在前一阶段 或者是会出现提早建仓的行情 而且呢 目前整个这个市场 在调整的过程当中 或修正过程当中 手中的股票的话呢 迟迟继续的下跌 或者是没有起色的话 那么这样的话呢 就要考虑这个出局出场观望了 嗯 OK好的 其实啊 我个人的感觉还有跟一些投资这个市场中的比较平凡 比较有水平的人呢 也经常在聊这个股市 好像每经一段时间就会碰到这种感觉 但是今年的这种感觉呢 跟往常比较不同的是说 还是没有看到panic selling 就是下跌这么多 但是半大量 比如说最近一段时间 当日下跌超过一千点的就已经碰到两次了 那今天这个下跌呢 也是算是很多的 可是还是没有让人觉得跌干净了 跌完了 已经跌到底了 因此你还是不能说 我现在要关注哪只股票 现在要来买 现在还是要顺着这个事而为 借助很好的人呢 就预先布置 在收盘之后 还在做这些option的动作 判断对了 哇 英雄判断错了 就摸摸鼻子认输 只要是赚多赔少 赚多赔少就行了 这种感觉并不是很妙 就是何处是低点 您就这个问题呢 在我们进完工商资讯之后 给我们做第一个回答 同时听众朋友 我们已经接受到您的电话 这些股票的问题都非常宝贵 还持续请您打电话来 6509682000 休息一下马上回来 J我们马上就回来 矽谷华人电台各项节目 除了在svcmedia.net网站重复收听以外 我们的节目也放在Facebook YouTube以及新浪微博中 您只要搜寻SVCmedia 或是矽谷华人传播公司 就可以找到我们的精彩节目内容 让您随时随地都可以享受SVC 独家冠名赞助GMCC万通贷款 James Jean 西拉斯维加斯分行经理 Ginin Salsa 分享拉斯维加斯投资机遇 理财专家Simon Chu 讲解其应健保Medicare Open Enrollment 欢迎报名参加讲座 资深贷款顾问John Ma 分析首次购物者面临的挑战和机遇 提供免费午餐 欢迎参加 10月8号9号周六日两晚 黄金时段七点半 与您共享 娱乐漫谈好时光 好消息 银行针对买房贷款 推出Buy Down Option 可以拿到第一年 低于市场利率2% 第二年低于市场1%的超低利率 还有加州政府推出买房优惠计划 第一次购物可减免房价10% 预知详情 请致电张力 408-315-9470 408-315-9470 或微信到LEE-13591 LEE-13591 MaxRail Cupertino 以超过10年的专业诚信 郁满湾区 众多银行 最佳利率 Direct Lander In-House Funding MaxRail有高素质的经纪人团队 贷款地产并重 一站式服务 MaxRail有经验丰富的 Long Processor Team 和Real Estate Coordinator 帮您顺利Close Deal MaxRail有超强的管理团队 提供系统培训和一对一指导 欢迎加入MaxRail Cupertino 请下贝拉王 408-307-5056 408-307-5056 病情判得准 穴位找得准 下针下得准 湾区著名的三准医师 Julie Jo 祖传的手法 精准的用药 腰腿肩颈痛 坐骨神经痛 一次有效 25年的临床经验 从香港到湾区 不孕症 皮肤病 糖尿病 高血压 疑难病症 首盗病除 Fremont和Campbell两家诊所 预约电话 408-340-5653 408-340-5653 独家冠名赞助GMCC万通贷款 James Jean 西拉斯维加斯分行经理 Jeanine Sousa 分享拉斯维加斯投资机遇 理财专家Simon Chu 讲解奇音健保 Medicare Open Enrollment 欢迎报名参加讲座 资深贷款顾问John Ma 分析首次购物者 面临的挑战和机遇 提供免费午餐 欢迎参加 10月8号9号 周六日两晚 黄金时段七点半 与您共享 娱乐漫谈好时光 听众朋友欢迎回来 我是主持人周乐 今天访问的是股市分析师J耿 那么J耿呢 愿意在WeChat上面 跟您讨论投资的问题 他的WeChat的ID号是 J-A-Y-G-E-N-G-0-0-1 J耿-0-0-1 好 J 那刚才我们听到您讲的话 就是现在 我想就请您回答的 就是我刚才在进行工商资讯之前 讲到投资人的心声 那请您echo一下 好的 那么目前来讲的话 整个这一个市场 还是 我个人认为啊 还是倾向于继续的做多 因为我 做多 对 继续的做多 因为在没有 在没有这个点位 它不破的时候 有些时候的话呢 是不能够改变自己的立场的 那么这个对于标普来讲的话呢 这个支撑点位的话呢 就是 我们近期 上一周吧 我们所看到的 这个3650点左右吧 那么这个点位 如果说短期之内不破位的话 多方 还有机会 因为毕竟 就是方泰民所提到的 这个市场的情绪指标 那么这个指标的话呢 截止今天周五的收盘呢 已经开始呈现出恐慌了 那么顺应着 这个本周五的一个下跌 如果说下周一 能出现一个 再一次出现一个低开高走的话 那么我相信 那么这个恐慌性指标 会达到 争取达到一个极值吧 那么在不可谓的这个前提下 大家呢 还是可以 继续的这个 逢低去做多 但是持股的这个时间的话呢 对 要很短 按照近期的这种 运行节奏来讲 也就两天到三天 除非 该上方的阻力位 站上去 站上 而且呢 是占满了两到三 占满了三天 这样的话呢 事后才可以 继续放心的这个持股做多 所以说目前呢 也就是说 走一步算一步 但是多方呢 还没有到最后认输的时候 好 那今天标普500的收市报是3639.66 那这个已经是等于是六月半的这个低点了 您对于这个在Technical里面来讲 又是怎么样的判断呢 前期低点的话呢 是3575点 对 我们就关注这个点位吧 那目前如果不跌破这个点位的话 短线上仍然是处于超卖的这个节奏当中的 我们可以继续的关注一下这个超跌感 看看这个多方能不能一点一点的把这个节奏呢 给 给 抢回来 对 抢回来 现在毕竟从目前的这种持续性下跌的这个过程当中的话呢 从棉线图上已经是对五天均线已经是挤压的非常的厉害了 所以说呢 如果说到棉北 如果说这个持续下跌 但是还不破位的这种节奏 一直延续 一直延续一段时间的话 那么对于年底的这个收盘的话 或者是年底这段期间出现那种到处性的反弹 这个概率的话呢 就会增加的很大 所以说我认为整个这个市场呢 还是 还是可以 还是可以继续的关注的 好的 听众朋友 我们现在开始继续接受您的call in 650-968-2000 650-968-2000 现在听众朋友来问到的第一只股票是 FTNT F for friend T for teacher N for Nancy T for teacher FTNT 今天一天下跌4.22% 目前的价位是51块4毛7 这是一个computer software service的公司 您刚才所说的代码是 F P N T 最后一个字也是T OK 好的 好的 从周线股票上来看的话呢 本周这档股票呢 走的是一个上周回落 整体上叫上周的收盘呢 还是上涨的 短线 继续的看涨 目前所收盘的这个点位呢 其实也就是买点了 那么主利率的话呢 是55块半 这档股票呢 是属于右侧股 是哦 嗯 就属于右侧股 而且呢 这个目前所处待的位置上 也是 买方愿意介入的这个区域 这档股票呢 可以重点的关注一下 好 刚才讲的是一个 软件公司 代号是FTNT 下面是问到Tesla Tesla今天一天下跌6.32% 收市价是223.07 这个是自从它在8月末 分股之后继续下跌 下跌继续行 好 请评论它的技术图表 好的 Tesla的话呢 目前收盘的话呢 也是在一个超卖的节目当中的 前期的一个低点的话呢 是206元 那么短线上的话呢 我们就关注206元 附近的一个支撑吧 那么从中线图上来看的话呢 Tesla目前看 好像走的是 又像是走出了一个 头肩顶的一个形态 那么 近线 近线支撑的话呢 就在206 所以说 这个点位的话呢 是一个支撑 如果 如果日后的话 跌破206的话 那么这个就是一个 就会释放出一个 利空的一个信号 因为我们知道 整个这个Tesla的 这个股价来讲的话呢 它也会有一定的一个周期性 那毕竟它一路高涨上来的话 那么 它的整个这个周期 一旦过去 任何股票的话呢 都会出现一些价值上的一些回归 好 那现在已经是10月7号了 那从下个礼拜开始 又要等待第三季度的业绩 第三季度的业绩 通常都 不可能会很 出人意料之外的变好 尤其是在今年 像利息上涨这么多 然后11月份 大家对于上涨 0.75个percent的呼声 还是很高 至于12月呢 大家想可能会增加 50个几点 这个都是不可小觑的一些利空的因素 现在看到零售股的TJMAX TJX 今天下跌0.77个percent 价位是64块五毛九 OK 好的 TJX的话呢 整体的形态是 右侧股多方控盘当中的 本周上冲回落 支撑63.5 逢低可以继续的介入 止损的话呢 那就在60元吧 那么目前来看的话 应该是开始 管部的上行 上行了 因为从目前来看到 到年底12月份 这应该是一个购物的季节 所以说零售业的这个股票的话呢 目前的这个形态啊 预示还是很不错的 下面是Mariot International 是Hotel股 今天下跌1.78个percent 141块半 MAR是它的代号 好的 MAR 本周收盘的话呢 是一个十字星 主力的 第一主力的话呢 148 强主力的话呢 在155 短线上目前来看 还是在200天均线的上方 算是在 这边算是一个WB 然后呢 支撑的话呢 我们就暂时的放在140元吧 那么如果说跌破 收盘跌破135元的话 就要小心了 好 MAR Mariot Hotel 下面问到的是Meta 就是Facebook 现在的名称Meta 现在呢是133块4毛5 这位听众朋友问到说 他在这个股票上 已经被套牢了 有没有什么方法 来让他的被套牢的 数目字减少 就是说少赔一点 有没有什么方法的话 如果说在目前的 这个情况下 如果是选择去做空 去对冲的话 只能把你的这个损失 去降低 那目前来讲的话呢 Meta 它整体上是 处于一个左侧的 一个节奏当中 而且近期的三周的话呢 都是缓慢的往下 向下去下跌的 还没有出现 这种恐慌性的抛盘 所以说日后的话呢 这张股票还会继续的走低 好的好的 很多份分析师都在讲 Meta它的元宇宙的概念 一直不能够获得广泛大众 认为它会在短时间之内赚钱 好 下面是Grupon 代号是grpn 今天一天下跌10% 价位来到了8块2毛4 哇 它过去的光荣的 这个历史的高点位的股票 已经不再存在了 看一下Grupon短期的走势 好 Grupon的话呢 其实今天下跌的幅度还是蛮大的 只不过一天的这种下跌幅度呢 把之前 把本周前四天的这个上涨幅度呢 就基本上已经回阻出去了 整体上还是处在一个左侧的一个节奏当中的 但是收盘的话呢 还是收在了8块钱的上方 还没有 还不算破位 主力的话呢 是8块半 但是整体的这个运行方向的话呢 还是 还是倾向于向下的 所以说这张股票呢 还是要 谨慎一下吧 嗯 好好 接着回答的是Rombus 好久没有人问到这只股票了 RMBS 下跌2.88个percent 27块3毛6 27块3毛6 RMBS的话呢 重降料OK 多头节奏 支撑 26块 26块半 开新高吧 看33元的一个突破 逢低可以介入 这是属于右侧股 好好 那接着问到的一只股票是今天最后一只的股票 AAPL Apple Apple到底现在是什么形状啊 一天下跌几乎4% 140块09是今天的收盘价位 好的 AAPL的话呢 本周的话呢 也是一个低开高走 收盘的话呢 从中线图上看 还是一个有一个小阳线的一个实体 还是处于一个超慢的结果当中的 主力的话呢 是在147 强主力呢 在152 那么如果介入的话 止损的话 我们就暂时的放在137元吧 那么整体上来讲应该是一个横向活动 除形态上来看的话 还是刚才我们分析的Rumbus 这档股票呢 还是非常好的 它还是看起来非常的顺序 好的 谢谢J 同时跟听众朋友要讲一讲 现在周末又来了 除了除了轻松休息之外呢 大家对于股票还是很有信心的人呢 在趁周末要花几个钟头来仔细研究一下自己手中的portfolio 看一下最后一个季度 今年的最后一个季度 要怎么样做 能够扳回一城 接着呢 我们就要请听众朋友 继续收看我在周末的电视节目 26台的娱乐漫谈 我们每一次都会讲很多关于